以農業為經濟的教育官 今年這件地立於付出經濟農業人材 官長文章梁23日到10月青年行主 在台北市的文社 基行地貝和迷你小西瓜 定這個活動為第七次 這幾行主現實革定 活動亂信 定這個活動由官長文章梁 維修創立農業處長康長面 台北市農會總幹事王正祐 嘉義官經濟農業協會理事長五四間 以及十位青年行主 共同秋節喪禮收散的年貴 以及迷你小西瓜廟 一處向前嘉義官的優質農產品 早就已經在消費市場當中 打下一片天地 協會希望透過已經連續七年的 一位行主下落實客廳 為分經濟青年朋友 到日經濟農業的行列 完成農業文化 農委會為了要訓練青壯農 讓台灣的農業可以永續 那我想農業絕對不可能變成黃昏產業 因為人就是要吃 所以農業已經存在了五六千年 所以它一定會繼續存在 那農委會特別 召集所謂的有興趣的 然後在現在農委會的農事所 訓練三個禮拜 訓練三個禮拜完以後 就可以去做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叫做一記研阻 也就是說利用一記的時間 那從最早的整地 到這個植栽 包括從過程的田間管理 到最後的收成 那整個是一系列的 然後來訓練這些青壯農 然後具體的來體驗 那整個農作的這樣一個工作的過程 那這次到嘉義縣來了大概有十個人 那其中有四個是我們嘉義縣的人 那其他六個是外縣市的 所以我想農委會推動的這個活動 那基本上是為了農業的永續執政 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壯農 可以同入到農業的產業體系裡面來 那我們也謝謝 那我們透過這個一記研阻 那我們這麼認真的 把這些青壯農 那整個的田間管理能夠做最好的一個指導 然後讓他們體會農業的辛苦 包括收成的快樂 包括整個後面的行銷 那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華東由農業部農業伺驗所主辦 結合嘉義關正在農業協會協伴的 新農民保育的獲勝基地 涉事產業技術專業經濟人材的保育 價位補助 協會無想提供參與認識的學員 土地、設備以及環境的栽培的技術 管理官站良也幾次 透過中學生的培訓 可以幫助環鄉慶隆 為人開始學習 輸他們順利看過起步的門檻 聲音新聞中來信 太不齊彩虹報登 努力與堅持 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 每一個人都在為嘉義線創造無限的可能 電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创嘉义的梦想